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。 其實現在自從疫情之後, 中港澳三地就通關了, 但是對於港澳來說, 反而是令到我們的很多企業覺得很辛苦, 因為很多市民都去了大陸做北上消費, 澳車北上或澳門消費力向北移都不用多說, 大家都知道和看到, 甚至現在很多中小企就說不如你剪掉澳車北上去吧, 但其實我想說澳車北上剪掉都沒用, 人家是會用雙腳去消費的, 再加上大陸生活成本住的地方亦都比澳門便宜, 太方便了, 你勞工每日都回大陸住的, 不如你想想辦法, 可不可以令到勞工在澳門消費更好, 你與其說要剪掉澳車北上。 現在和大家看一個新聞, 這個新聞是講香港夜市, 有網友列出四個原因, 就說香港如果做夜市是注定失敗, 甚至本地的商家都做不到。 其實為何會有夜市這件事呢? 就是香港陳茂波早前在自己的網誌上講, 短期內就會說和業界合力去搞活搞旺香港夜市, 去巩固復甦中的各個經濟環節。 這一點, 很多立法會議員、 飲食界和市民都有討論。 這四個原因第一點, 就是營運成本高昂。 這個網友指出, 他説香港做生意成本比其他地方高, 就算政府以一個低的租金, 被這些夜市當主租用當位, 但食材人力成本都不可以看少, 令到食物好難用一個低的價格吸引消費者, 如果不是隨時白做。 他説叫他參考下青衣棋棚美食博覽會的定價, 40元兩粒雞蛋仔, 20元兩粒大魚蛋, 他説夜市只有一個可能成功, 就是鬥便宜了, 香港商家不會做得到, 肯定裏面蕩蕩蕩都是成舊水一兜小食, 要八成飽, 比食自助餐更貴。 他這個點我都很認同, 因為如果夜市的話, 我以前行很多, 夜市其實很便宜, 當年我記得在台灣夜市, 大概都是五到六百元, 吃到個人很飽, 甚至兩個人都是五六百元, 可以一路行一路吃。 第二點就説道, 食物的選擇有限, 他説道, 除了傳統小食之外, 今時今日新式的小食, 大多數都是重口味, 不單欠缺本地特色, 而且好多東西, 好多街鋪都約得賣, 好難可以成為吸引遊客的賣點。 我説真心問, 現在香港還有什麼特色小食呢? 除了雞蛋仔, 魚蛋牛雜, 最重要是沒有了特色, 還要不好吃, 貴都是其次。 我説道, 和他去攜港, 掃街有什麼分別呢? 有冷氣, 行攜港不好嗎? 而其實還有一點, 如果你是想靠夜市, 去吸引到外地的旅客過來, 我已經可以跟你説了, 大陸是有超多夜市的, 基本上人家的花款都多過你, 便宜又便宜過你, 那可能到最後, 變成香港這個夜市, 就做了人家大陸夜市的宣傳樣板。 我覺得, 嘩你香港的夜市這麼貴, 我們去大陸吃算了。 來到又是吃這些, 又是燒烤, 又是燒魷魚, 又是雞蛋仔, 全部大陸都有啦, 最多就是加杯廢水, 大陸更便宜。 第三點, 就說道, 規管成宜, 現在在香港, 設置售賣食品的攤檔, 或者是店舖, 都要受到食環處的規管, 但政府好多年前, 已經不再簽罰小販牌照, 網友就認為, 如果要搞活搞旺夜市, 首先要處理好牌照和監管問題, 但當中的程序, 不可以過於繁複, 如果有食環和消防限制, 那樣不給, 那樣不給怎做, 搞不到, 食物衛生之類的法律太完善, 沒有食物牌又不行, 然後小販又拉右鎖, 但如果開一個小販區的話, 理論上應該不會又拉右鎖, 在固定的地方賣, 不過就是規管問題, 是隻眼開隻眼閉, 救個經濟先, 還是怎樣? 第四點, 他提到, 社會氣氛不明朗, 除了各項現實考慮, 亦有不少網民認為香港經濟復甦未如理想, 最主要是香港人欠缺消費意欲, 而夜市亦不是短期內可以吸引到大批遊客的項目, 所以對夜市的成效是有懷疑, 現在不是沒地方給香港人夜生活了, 香港晚上大把地方去, 撐你一個夜市嗎? 香港人, 沒有人有心情過夜生活了, 有能力有心情走光了, 現在僅存的夜市, 譬如廟街, 女人街已經越來越萎縮, 賣的東西完全是劣質貨, 尤其是廟街, 賣的東西可能已經擺很多年都賣不出, 根本連遊客或大陸人都吸引不到, 那這些其實就是香港網友的一個看法, 其實都很有道理的, 你如果好似一百元一兜的話, 那真是劏你一次之後, 你下次不會再去的, 再加上外國人, 會不會這麼喜歡去這類的夜市呢? 亦都是一個好大的疑惑來的, 而其實我在網上, 都看到有一個大陸網友的看法, 那這個看法其實我覺得他都相當有道理的, 他講到, 香港即將開辦夜市, 同推出更多會議和展覽, 去推動經濟復甦, 那這個網友講到, 他說香港幾時活得這麼卑微, 夜市可以救市嗎? 香港是金融中心來的, 靠投資融資大量的資本, 流進流出國際化, 自由化, 發自化, 才可以保持到資本流通安全, 他說這個根本的東西, 你都不做下去夜市賣什麼呀? 你靠魚蛋賣腸粉呀? 接著有網友就說已經回不去啦, 還有人說不如建設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為止公園收門票啦, 其實他講的都非常之有道理的, 你想一下, 人家過來做國際融資投資中心啦, 你想一下人家一次過來上市, 你賺的錢多過你一大班遊客去夜市那裏, 去買魚蛋、買腸粉啦, 對不對? 還有, 你這個夜市的營業板, 不是你政府代替的嘛, 你政府可能只是收到租貪委費, 或者是某部分的稅收, 但是你中間你要做管理的, 還有安全, 還有很多呱呱呱呱的事要做啦, 那變成為何你不做好自己原本最強的項目, 你走去做一個這樣的東西呢? 還有, 你這個夜市未必有機會成功的咯, 你可以失敗的咯。 那政府失敗了, 其實就好閒的, 那這些庫房拿出來的錢是不痛的, 但是對那班的當主來講就不這麼說啦, 那班當主如果失敗了的話, 其實等於是生意失敗咯。 你一個所謂的救經濟, 是可以救到哪一區呢? 甚至乎可能你擺個夜市出來, 當地那一區的居民都不太滿意, 因為吵, 你不要以為有個夜市好過癮, 因為以前曾經是住過夜市附近的, 那些地方好吵的, 然後到處都很多人的。 那大家又覺得啦, 香港搞夜市有沒有機會成功呢? 或者你們有些什麼想法呢? 下面留言咯, 那我們下集再見咯, 拜拜!